去年新年喊出为人民报仇的盘古乐队 今年一时又推出了最新专辑 确保相互摧毁 自称身为反共的盘古乐队 在最新专辑里面传递着他们的政治主张 生死由命 革命在天 乐队被厮守兼制作人段信军表示 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援国内的民主运动 每年至少推出一张网络专辑的盘古乐队 新专辑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曲风 单纯的以吉他 电吉他或键盘满奏 乐队被四手段信军 向看中国媒体表示 这样的曲风主要是希望歌词的力度 不要被太花俏的音乐性和削弱 他们希望这些歌词能展现力度 让人感受力量 这次弹古乐队新专辑的封面 以黑色的中国大陆地图为敌 上面标示了各地区设置的核武中心 潜水艇基地 核武弹药库等 大大的红字写着 确保相互摧毁 这首同端级名称的歌曲 表达了中共正在威胁全世界 新专举中多数歌词由主唱敖博填写 其中特别的一首自由文化运动之歌 是由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博士 袁洪斌提供 段行军表示 袁洪斌博士与他们在台湾接触 他从他书籍作品中 摘取了两句话作为歌词 人在瑞典 新济中国 盘古透过音乐 关注中国大陆形形色色的同胞 他们唱出天下出了个高指上 关注遭中共迫害的维权律师 也唱出《故乡的刀》和《给我一个说法》 来纪念被大陆民众誉为英雄的杀起赞养香 去年 盘古在年初推出的专辑《为人民报仇》中 收录的这个狠毒的政府 这个残暴的政权 唱出了他们对中共的认知和贪荡 这个逼了民自杀 逼了民上吊 逼了民自焚 逼了民跳楼 逼了民造反 逼了民杀人的政府 新唐记者周平报道 此决分目 此道令头 此有余辜的政权